好的,我们在完成了第一次减针之后呢,一共减去了8针 然后总的针数呢,有32针呢,也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 一共24针 翻过来之后呢,来到反面之后,我们先接着上一个视频啊 来到反面之后,我们就将这24针保持原样 不再做任何的增减 直接给它原样治好 也就是这个帽顶的部分呢,它经过前期的减针之后啊 基本上都是在正面的时候减了针 然后到反面呢,是没有减针的 也就是我们会把它设定成为是每两行减一次针啊 每次减8针,明白了吧 并且按这个规律啊,我们要有几次的重复 所以大家按着这个规律呢,要减几次 然后会有其中的一次呢,在反面也有过减针啊 但是这只是最后一次 其他这几次减针,前几次啊 都是按照之前我们设定好的每两行减一次 每次减8针 而且每次都是在支正针的这一行 比如现在是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减针啊 第二次减针虽然啊,它也是按照每份的 就是原来的这个大份里边啊 每份里边减两针,减两针,减两针 小份里边的依然是减一针,这边减一针的 明白了吗 但是啊,尽管它也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但是它同时呢,也符合了另外一个要求 就是极其有规律的减针方法,怎样减的呢 第一针支,第二第三一起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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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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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吗 也就是它按照一个将所有针数分为 每三针一组,然后每一组内啊 总是三针的这种情况呢 再重复 第一针支,第二针第三针并在一起支 明白了吗 好,我们现在就按照之前说好的啊 第一针支,第二第三一起支 第一针支,第二第三一起支 第一针支,第一针支 第一针支,第二第三一起支 第一针支,第二第三一起支 好了,经过了刚刚的这一组减针啊 你的所有针数也由原来的24针也被减去了 8针啊 也就是现在你的总针数也已经来到了16针 不信你来数一下,一定是16针啊 16针的反面呢也是不做任何的调整的啊 我们直接给它按照原样 继续的给它编织好 并且不做增减啊 好,然后再次给它翻过来,来到 正面啊 正面啊 还是按照我们刚刚给大家讲过的这个规律来减的针啊 第一针支,第二第三一起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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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还是按照之前说好的这个规律来操作的 也就是说我们将所有的针数啊 给它分成了 每一份是三针啊 分成了若干份 你看 第一针支,第二第三一起支 然后又是这样的啊 第一针支,第二第三一起支 第一针支,第一针支,第二第三一起支 最后一针支 好了,然后再次给它翻过来啊 来到反面 也就是刚刚的我们的这组减针啊 实际上你数一下你才减了五针 我之前讲过很多次了啊 我们每两行要给它减去八针 现在才减五针呀 所以这次也迎来了我们首次在反面减针啊 sorry 我之前总是强调啊 我们在反面没有减针 但唯独这次是例外 所以它的减针方法啊 跟之前也一样的 第一针支,第二第三一起支 你看 第一针支啊 然后把后两针,第二第三一起支 这是唯一的一次啊 在反面 也有的减针啊 在整个帽子的减针过程当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 只是这一次 减完之后呢 你看最后它剩下了两针啊 很尴尬,对不对 没关系啊 我们将这两针的都给它一起支完 好了 支完之后呢 大家数一下啊 也就是你刚刚的这些啊 减针的方法 使得它啊 做完最后一次减针之后 剩下的这些针数 你看 一共还剩下了八针了 现在呢 我们就需要做一个重新的调整 怎样调整呢 大家现在这样啊 把它转到这面来 然后从这个长线的根部 到这一头啊 我们一共给它留出多长来 要留出三十五厘米 然后我量一下啊 看有没有三十五 每次都强调三十五 但是我怎么感觉 每次都留的比这个要短呢 哦没有 三十厘米的足够了啊 同学们 三十厘米啊 留出三十厘米长的一根线 然后在这直接给它剪断 剪断之后啊 要拿出我们的缝针 塑料缝针啊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动作 哎呀 怎样来操作的呢 拿塑料缝针直接把这个刚刚剪断的这根线呢 给它 刃上 好了 刃好了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的双线的这一部分和单线的这一部分啊 好了 转移完之后呢 跟我们这么长时间的这个 这个6.5的缝针呢 就展示不用它了啊 先放一边 这边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把它拉过来的时候呢 一定要 出来尾巴之后 我们一定要钻着尾巴这个线的地方 不要再钻针了啊 然后给它拉紧 找到另外一侧啊 这也是我为什么让大家 不要拽针的一个重要原因 你要拽针的话 一下把这个线头也拽短 甚至拽跑了 你就没有办法系了 明白了吧 所以 必须按照我们要求的做菜科呀 用力的在这位置啊 给它打一个结 打一个结之后 再打一个结 看 挤了两下 然后 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把这个缝针的和线头的放在里边 不用理会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个什么呢 注意了 这个小小帽子的主体的部分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看到了吗 它是这样的 很柔软 而且很厚实啊 翻过来给你看 看到了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 非常的厚实 对不对 好 下一个视频呢 我会教给大家啊 我们怎样的将它连接到一块 你看 虽然现在表面上看 它只是一个帽子啊 看上去很漂亮 每一个角度呢 每一个位置呢 从比例上来讲呢 都非常非常的到位 但是你看 先开 这位置还是空着的 对不对 所以一会儿呢 我们会从表面 一定要记住了啊 我们会从直正正的这一面 直接从这儿啊 一直缝到帽顶的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从帽顶往下缝啊 那样你会没办法控制边缘这个地方 知道了吗 我们从表面缝啊 还能够使它像你织的这个表面 织的这个部分一样细腻整齐 没有任何缝和痕迹 会教给大家一些非常非常有用的 小的技巧啊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下面这个视频呢